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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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文神造年 這一集呢 是我們在之前拍了就是工程政府表演當中大家非常喜歡的一個系列 因為呢我們的按喜歡的數目已經達標啦 那所以我們就答應大家拍第二集 這集呢我們要跟大家介紹在工程表演裡面的黑話 那講話喬事呢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泡茶 於是我們今年推出超認真兄弟茶的東茶系列 一樣是高海拔的福壽山兄弟茶 冬季限定款 以前人家說春茶喝香冬茶喝回甘 那我們今天泡的是冬茶 一樣可以在我們的蝦皮購物商城都可以買到喔 泡茶的方式呢上次跟大家教過了 茶底的圓圈 茶葉把它鋪滿就可以了 然後呢熱水注入好的茶葉呢第一泡是可以喝的 那如果比較不好的茶葉呢可能會有一些殘質啊殘渣啊 所以第一泡會洗掉 但是我們這個好的第一泡也喝 那在我們泡第一泡的同時呢 我們第一個要教大家的是綁標 綁標就是大家有沒有看過在政府標案的時候 一開始都會有一些需求書嘛 那今天呢這個需求書它裡面就會寫一些規範啊 好比說這個標案裡面啊寫的需求啊就是 是很少數的幾間公司擁有的 就是好比說你必須擁有幾位以及證照以上的人 在公司裡面你才能標 你這間公司必須要職業20年以上才能標 或者是你公司要有一個飛鳥 一個什麼奇葩機器 全世界就只有這兩三台 那你就只有你這間公司有這台 但是你明明知道這些特殊的條件 它就是只有幾個人家裡面有的 你開出來這個標根本就是拿納稅員的錢 去給這幾間公司賺 那這個就叫綁標 老闆喝茶老闆喝茶老闆喝茶喔 謝謝謝謝 你還沒下班喔 我已經下班了 大框小框 講到這個點點的動作 我突然想到上次我們拍的那集交大泡場 我們雖然最後跟教大家是這樣子扣兩下 但你知道那個 有時候那個人表現出來的態度 就有一些很蠢的酸民 就說你這樣很沒禮貌啊 這樣子 哇是不是沒出過社會 你知道 你當然人家幫你倒茶 你當然不是這樣子啊 你這樣真的被扒臉啊 其實你當然是用你的動作 加上你的輔助態度 你可以這樣子敲 謝謝這樣子 或者是用手 用手指 這樣輕輕 點兩下 其實這樣就好了 就表示一種禮貌 才不會是你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在那邊 人家不打你誰打你 題外話啦 想要嗆一下酸民而已 第二種 湯圓標 也就是啊 人家說的 射銀 湯圓標你又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微標的一種 你也可以把它講成圓標 只是大家都會講說射銀 那什麼叫射銀 射銀不是這樣子射嗎 大家來做會射銀 你要把這個事情射得完慢 射得贏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一般呢 在投標的時候 可能 我們製作人的公司啊 跟我們佑哥的公司啊 跟我們那個流量密碼的公司啊 我們可能是三家 是一間不同的公司 那我們出來搶這個500萬的標案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對象 競爭對手 殺的你死我活 那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會降低自己的報價嘛 所以就為了要搶到這個標 那神鷹鷹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大家都先講好 你出450萬 你出460萬 我出440萬 那你出440萬 多5塊 那就是大家來搶這個標 那最後誰會得標 出最少錢的 不是 出最少錢的 價低者的嘛 但是如果當大家全部都 撕殺到 全部都價到200萬幾句的時候 那就很痛了 所以就是一個 大家會講一個價錢都差不多 但突然有一個出現 就最低標的低空飛波 拿到標之後呢 他把錢分給大家 也就是說我們大家講好 每個人出的規格都一樣 每個人出的價錢都差不多 但是呢今天他得標之後 我們就分錢 但這當然也是犯法的事情 這個橋段呢 也就是大家所看過 那個最經典的電影 黑金 大家一起來搓這個圓仔湯 誰贊成 誰反對 我反對 不好意思 我遲到了 你遲到了 你開什麼車來 開開馬自打 你開馬去打 難怪你會騎到了 我們就開Bench 開Law Slash 你騎到 就代表你不尊重這個會 就是看不起我們 你憑什麼要我們當你還是兄弟 回去等同事 不過呢其實當然政府單位的人也不是笨蛋 所以他們每次在開標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都會大概看一下 就是這次的標有沒有特殊 就是for哪一方啊 或者是for的哪一個品牌啊 那通常因為不同的金額 你要給不一樣的首長跟部長去看 因為畢竟政府標案的錢 就是來自於我們每個月繳的納稅錢 那我們大家把全國人民的納稅錢 收集起來去增加一些公共建設 那為了公平起見 所以政府想到一個東西叫 公開招標 這些公開招標的方式呢 就會由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然後來統一發布 跟寫出這個遊戲規矩應該怎麼走 那我們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講過 當我拿到標籃之後你要投標嘛 投標之後大家會先篩選嘛 就會有請來一些委員 局內長官 然後就是公開把標打開 然後看哪一個廠商的分數比較高 然後去選嘛 那以前呢就是會有一些 比如說長官裡面的親信的人啊 或是他們家族的親戚朋友來標啊 那他們都知道遊戲規則嘛 所以好像比較容易得標 所以他們呢 有一些人就會先講好說 我們讓誰得標 不過呢在今年開始 公委會呢 就做了一個新的規矩 也就是說在開標之前 大家都不能講話 直接現場直接開 開完之後 然後大家直接寫分數 或者是寫順位 但是呢 道高一尺 我高一丈 總會有方法呢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一種 叫做變更契約法 變更契約呢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手段 跟在工程裡面很常會遇到的 好比說這個標案 我們全部都會開始用很低的標籤搶標 搶完標之後呢 就跟他說 欸我做不出來 不好意思啊 我要變更契約 也就是說原本我先用100萬搶標 搶完標之後呢 之後我就說 欸因為做不出來 因為你們委員有提出一些意見 所以我要更改一些契約做法 那我要增加預算 不過他這個增加預算呢 現在在現在的法令規定 大概就是50% 但是呢他一定也要有憑有據嘛 因為所有的政府標案都是公開式的 你都要經過正崩處 或是經過任命的檢視 但是你想想喔 如果是1000萬的標 他變成1500萬 哇那就很有感覺了 如果是1億的標 變成1億5000萬 哇那就更有感覺了 我自己一直覺得是一個 政府單位應該要去處理的一個亂象 基本上好像現在變更契約 已經變成是一種大家 很常見的事情 很不OK 很不好 然後在這邊呢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新的公司 或者是你是年輕人 我們剛出來創業 剛要做這麼的標案的話 有一些契約像他明定的 沒有這麼清楚的標 你不要去標 因為這個解釋方法有很多 好比說 你把這個水電工程把它全部換好就好 什麼叫換好 然後你的管徑要多少 你的水壓要多大 或者是呢你把這邊的金屬圍梨 修善修好 所以當一開始你的契約明定的不明確的時候 你後面的糾紛就很多 所以常常廠商跟政府之間 互相告來告去的案例也是非常多的 通常呢政府機關有沒有一個機制 能夠抵制壞廠商呢 有 就叫黑名單 也就是說呢很多公司 就是他如果在標案的當中呢 就是偽造別人的名義 然後冒用他的人來標案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就是 在標案當中偷工減料 那第三種 你在標案當中大家都要準備很多資料 那你用一些虛偽不實的資料 來做為補充投標 然後讓你自己得標 那這個也是黑名單 不過 廠商很聰明吧 廠商就是換一個名稱 然後換一個人頭 他還是繼續標 拿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去亂做工程 亂做標案 做完之後他還可以賺錢 真是莫名其妙 所以這種人應該就終身封鎖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通常呢 政府單位遇到這樣的廠商 他都會用101條款 出去公告不實的廠商 但是人外有人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大家總是會想出另外一個更奇葩的方法 然後去更換名字 那除了標櫃以外呢 還有沒有一些灰色地帶 能夠讓人家操作呢 有 就是標案的時間 偷跑默契標 通常喔 這個標案一出現了之後 很多人就會來搶標嘛 那是不是時間越少 會看到這個標案的人的人數就越少呢 沒有錯的 在政府規定裡面 100萬你要公開招標要7天 100萬以上呢 要公開招標14天 但是呢他這個是日利天喔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特別想要把這個標 給我們貴姊的公司 那我就跟他說 注意喔 我在禮拜五的中午我會上標喔 因為禮拜五的中午上標 他就算當天就算日天 禮拜六禮拜天 通常一般的公司都要放假嘛 所以等到你別的公司看到這個標的時候 是禮拜一 禮拜一的中午了之後 你要趕快花禮拜二 寫出一個標案 禮拜三送過去 基本上不太可能 那這個就是偷跑時間 有一些我們去看一些公開招標的標案啊 你如果看他覺得上標的時間很奇怪的 通常你就不要去標了 因為基本上已經有人已經講好就是會拿到了 不要去搶 通常你也拿不到 第五號 轉包跟分包大法 大家應該很常聽過就是在工程裡面 就是一包玩二包 二包玩三包 三包玩四包 四包玩五包 就包到你爸爸那一包的時候 已經是第十二包了 在台灣的業界公司呢 有分成兩三種公司 第一種就是非常會做的公司 技術一級棒 速度一級棒 製作完的產品一級棒 但是呢 他就是不會寫標案 所以呢 很多的公司他們的方法呢 就是會有一個叫 顧問公司去標案 標案完之後呢 再分包或轉包給別的公司 不過其實在有一些標案裡面 轉包是犯法的 也就是說我標到之後 我把整個原封不動的 再丟給製作人公司去做 但是呢 分包是合法的 因為有一些案子 他畢竟是可能需要到幾百萬幾千萬嘛 那你的公司的機制就是二十個人 那你沒辦法一個人執行 也就是焊接 你要找一個別的公司來協力 拋光你要找另外一個公司來協力 一個活動展場裡面 你畫面要有一個公共運輸的裝置 場內呢要有輸出的設計 然後要策展人 裡面還要需要有一些現場的活動 要實做 那這東西他就要分包 他能夠合法的 能夠利用別人的專業 然後來去一起完成他的這個總包案 對政府來說 這又是一種採購方法的玩法 他今天可以用整體一包 比如說一百萬的標 我可以一包 標給你這公司 看哪一間公司要當負責人頭 但是呢他也可以玩一種叫十萬塊的小標 也就是十萬塊以下 他可以不需要經過公開招標嘛 所以我就把一百萬 分成十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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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十個 然後呢我自己去找 那這個時候他就可以躲過很多標案啊 審查啊 或者是一些委員那邊的評選 總之呢他的採購方法有非常多種 你可以一間公司去投一個標案 也有就是共同可以一起投標的 就是兩間公司合起來一起投 那也有只能否一間公司自己可以投 而以我們呢 我們是非常鼓勵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一起來做這部標案的 因為畢竟很多人 一起來做這個公共事務 那競爭者多 那能夠挑出來的東西就還不錯 那品質也會相對來說比較好 不過呢 我們在此也要呼籲政府單位 不要找那個太奇怪的委員 你知道嗎 那很多委員你根本就不是這個專業 你就不要來亂了 你就好好的給專業的人去做 要回到源頭 委員的目的是要幹嘛呢 是要幫忙政府監督這個東西 怎麼樣能夠越做越好 能夠心皮質高 委員的目的不是壓榨常常 我們就常被壓榨 心有氣氣焉 心有氣氣焉 等我畢業我就可以去當委員 大家看到我就可以不用擔心 我不只會幫你想出好方法 我還會告訴你怎麼做更快 接下來就是最後一炮啦 最後一炮我們就要講這個歷史最悠久 從主至今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 抽油水 抽油水的方法就是 用利用前面這幾個方法呢 去圖利特別的廠商 那這個政府機關的人呢 就跟他說你看是我幫你得標的喔 你要記得分個百分之二十給我喔 不過呢其實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 叫行賄 你騙我們每個月繳增納稅錢 拿出去捧他的LP 是吧 比較直達一點的 你拿我們的納稅錢 照顧他的直衣住行 那這樣就不對了 不過其實這件事情喔 在這個年代 坦白講真的不太有人敢做了 你有遇過嗎 有遇過 但我就跟他說有東西你來拿 他就沒有跟我拿了 但是基本上 在他的體制下的時候 你基本上你就拿不到標案了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危險的事啦 也就是說喔 畢竟第一個他是犯法的 那第二個 改朝換代之後你就沒得玩了 那第三個 他拿一次之後 我敢跟你保證 他絕對會跟你拿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你就很難去控你的成本 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有時候你採一個100萬的標案 他要給你30萬50萬 那你做屁喔 你做的東西一定爛啊 尤其是在這種 資訊發達的社會 我跟你講早上會賣湯的啦 但是我們下一集就要來拍 有哪些人 就是做這些事 我們去實測拿標案 然後去誘惑 看多少油水可以拿到多少金額的標案 你確定我真的不會出事嗎 你確定我不會消失嗎 我不會在海底第一排吧 還是要回到我們拍這集跟大家講的精神 我們希望越來越多人來拿這個合法的拿標案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集讓更多人認識標案 更多人去關注這件事情 標案做得好 我們國家社會的公共利益才會好 那我們這一壺茶泡到第六泡 泡茶的好處就是你泡六七泡 茶會淡 大家人就可以散了 就是喝茶就是你搶事情 大概就是45分鐘 講完 茶淡了 那我們就會很禮貌問他說 還要再泡嗎 通常比較四項的人就會知道說 時間差不多了 事情也講完該走了 就不會做太久 那如果客人所以你說 好啊再泡 那怎麼辦 用現在的這些湖姬去泡 不是啦沒禮貌 就表示你茶很好喝嘛 不然會是給人家喝 不會無傷大牙 茶很貴是不是 不便宜啊 那你以前有聽過茶碗證嗎 我只聽過茶碗證 不是啦 茶碗證 茶碗證就是 當你們幾個兄弟在喬事情的時候 如果今天有外人來 那你們要暗示打一些暗號 然後讓人家知道說 你同不同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擺茶完整 然後我做個示範 好比說 來又懂 今年喔 這個標案喔 就讓我做了 OK吧 因為當下呢還有很多人 你知道你要做什麼事情嗎 我要做什麼事 把茶拿起來喝掉 再幫我把茶倒滿 杯口轉向我 好 同意 喔 把它不同意呢 怎麼辦呢 轉向自己 不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拍幾個給大家看 每個地方每個人玩法不一樣 小弟我其實聽過一些傳說 大家不要在意這個 知道到底是什麼來的 很怕死 你都聽說而已 我都聽說而已 我絕對不知道裡面的內情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這類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喜歡 如果有超過5000個喜歡 我們一樣在拍續集茶葉的故事 好啦 以上就是這集超人真少年的 地下黑暗教學 大家真的不要做喔 會被抓去關的 希望你在監獄當中 還是能夠看到我們頻道 拜託 今年呢 除了出高階的兄弟茶之外呢 我們也有出Lite版的 初階版兄弟茶 初階茶呢 適合你第一次泡茶 或者是剛開始泡茶的人 你不用很講究 茶葉拿出來 一定要一心二葉的人 但是呢 它也一樣是非常好的茶 它只是 長得沒那麼漂亮 那小茶農把它整理起來之後呢 我們一樣把它分裝成 一罐 四兩妝 上班不要喝酒 上班請喝茶 安全下班 平安回家 拜託 什麼叫做修好 那 5點 5點下班了 5點下班了 5點下班的時間 又來到下班的時間 但是你們都沒有一個人 准時來上班的 是我啦 CAD就是Greatest at Taiwan 是為新媒體所創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ummy Video 並且訂閱CAD 你就可以提早14天 看到我們超音樂的影片喔 掰不